这大概是我旅行生涯中走过最烂的路 关于梅里雪山山脚下的原始秘境贾盈村的路况 路线和风景到底如何 今天不啰嗦 用一条视频告诉大家 去贾盈村要先走80公里的近藏县丙叉叉 也就是丙中落到查瓦龙乡这一段 如果到查瓦龙我的建议是老司机随便走 那么从查瓦龙到贾盈村就是请慎州 现在回想当时的我 我在没带任何救援装备 甚至没有检查我的备胎能不能用的情况下 在下过雨后 一脚油门 两人一车就上山了 这种在山顶没有护栏 没有硬化 一路都是大小石头的山路 真的不可以什么都不准备就去了 倒不是多可怕 是在这种偏远路况又不好的地方 万一车出了状况就远很艰难 到贾盈村很负责任的告诉你们 比你们看到的丙叉叉更险更难走 新手司机要好好珍珠 去贾盈村的路线就是先导航到柴瓦龙乡 再往柴鱼方向走大概两公里 看到这个路牌就往左供方向走 到这里导航就没有用了 走大概二十多公里看到这个牙扣 往右拐进贾盈村的大门 沿着山路再走三十公里就能到贾盈村了 如果走饼茶茶叮到你怀疑人生 那去贾盈村 当时就把你的五脏六腑颠出来了 去之前要做好心理建设 最后来讲风景如何 来吧 我们换个音乐 贾盈村之所以被称为顶级原始风光 是有沿途的风景加持的 虽然我去的时候是阴天 但也没有挡住我眼前的景色发出感叹 也因为是阴天 原本可以看到美丽雪山群峰的观景台 变成了人间仙境 去贾盈村的路在山尖上 而我在山间的云雾里 再一转头 我看到了人生第一次见到的云铺 看不到美丽雪山又如何 这流动的云铺 是多少人多少个日夜都等不到的景观 这一路的掀去笼罩 还未到贾盈村 我就已经认定贾盈村是个神秘的史外桃源 到了贾盈村 车辆不允许进 只能花十块钱做村民的摩托车 或者是徒步进村 到了贾盈村的大草坪 我就知道我这一趟是值得的 那一刻的美丽雪山雄伟壮观 我就觉得自己渺小的 像飘落在地上的树叶 而贾盈村在我眼里 就是神圣不可亵渎的人间秘境 没有夸张 没有刻意 反正 可以说我是高反影响的感官 但不可以质疑我的真实感受 贾盈村海拔只有三千六 但牙口的海拔四千七百多 你们要去的话 还是要多注意些 最后再啰嗦一句 保护珍惜好这大自然珍贵的赠予 我相信能看到这条视频的朋友 都是高素质又热爱生活的人 如果我们要去 除了脚印 什么都不要在路上留下 抖音